現在越來越多人踩單車和開汽車 而見到的意外又越來越多 踩單車的時候想要車鏡錄東西 暫時又得類似高普的選擇又貴 而且又要掛很多東西在車上很累積 會不會有車燈和車鏡合併的一個解決呢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Daryl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就是一個燈和車鏡的一個玩意 其實在市面上單獨一盞燈的話 其實有很多選擇 然後單獨一盞燈的話 又有很多選擇 但兩樣東西加上一盞燈的話 真的不多 我想比較有名的就是獅子頭的那個牌子 雖然我自己沒有用過 但我聽很多朋友說 鍋器比較多 買回來之後 盞燈也會自己無端關掉 然後燈也會自己無端關掉 然後又會死機 死到便是救不回 整個東西關掉了 而今次這個牌子 Tool Cycler 就是一個新的品牌 就來挑戰一下 究竟可否做到一個 真正好用實用的車燈 我們今天就來探測一下 它的效果是怎樣 來吧 來吧 首先第一件事 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它的外觀 如果我們擺上車子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不錯 挺帥氣的 其實這個車燈的用法 都很簡單 有一個主體燈 有一個燈 然後有一個馬 這個馬 就用一些公然用的橡筋 就像你其他的馬錶一樣 你固定在椅子中 或者車的位置 就可以了 而它整個設計 整個攝影機和馬 就很容易滑上去 聽到拍一聲就OK了 而之後 如果你要解開它的話 這個粒的 按著粒的 就可以滑走 其實都很簡單 試完之後 我覺得整個馬 是很穩固的 始終都是用兩個橡筋 所以都很難可以走動 它的燈又夠光 拍攝又OK 至少首先它不會死機 而且它的檔案 是不斷擁有舊的 而我測試過 它這個功能 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令到它死機 還有最重要的是 它體積細小 但都可以錄到9個小時的東西 所以拿它來做一個車燈 我覺得它完全是清職的 其實基本上已經改完了 車燈 燈 有什麼好說 沒有的 好 我們下次再見 其實又不是真的沒有話說 還有話說 不過 認真 如果你覺得 剛才這樣說 你覺得 好像都很實用 OK的了 你不想再知道更多資料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看了 但你想知道更多的資料的話 就慢慢看下去吧 首先 我想探討的 就是 究竟它可不可以完完全全 去replace 你用的 現在的尾燈 我覺得是絕對可以的 它的亮度又足夠 還有我喜歡什麼 就是你按它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Captic Feedback 會震動機 讓你很清楚知道 它真的亮了 可以出車了 只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的電量 大概是9小時左右 所以如果你當作是一個燈 純粹是一個燈 這樣用的話 可能你要平時充得密一點 還有第二件要考慮的 就是它的價錢 這個東西大概是1000多元 但是普通的一個尾燈的話 你可能100-300元 差不多的範圍 已經可以有 所以是有一個價錢的分別 你需要考慮的 但是作為一個鏡頭 它又可不可以完完全全 去replace 市面上現在的一些鏡頭 就像GoPro 或者Insta360 我覺得不是不行 但是有些東西你要注意 首先它只是一個1080 only 而其他的鏡頭 已經行走4K 5K 甚至6K 所以在畫質方面的要求 你真的不可以太多 始終是有一個局限 1080 而且如果你是專業一點 玩得多一點的話 你會去研究FPS 或者Frames Per Second 它這個東西 就只有兩個選擇 就是30FPS 或者60FPS 而市面上很多的機器 可能都已經是去到120FPS 那你要用FPS來做什麼呢 其實一般簡單來說 你的FPS越大 即是你做一些慢動作的 整個畫面 就可以清晰一點 而它這部機器最大的 就是60FPS 其實你是很有限的 這個慢動作 但是可能因為機身 始終都比較小 而且我相信它的電量 的尺寸都應該不小 佔了這個主要的一個部分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它的防震 其實都做得不差 至少你看東西 不會震到你傻 但是你又不要想著 好像高度那些 做得那麼滑 那麼漂亮 我發現當你在一些 低燈的情況 即是晚上出車 它的感光就不是太強 也就是說你會看東西 看得不太清楚 它拍出來在晚上的時候 幸好香港的路來講 都叫做多街燈 所以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要看東西都可以看到的 但如果黑一點的話 就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那怎樣也好 當在一般的街道上 用過真的在香港 我都發現另外一個問題 一般的汽車都會開車頭燈 它們產生的燈 就會有一樣東西叫Glare 而如果車頭燈 和車牌的位置是比較近的話 大部份的私家車 會有少少的一剎 你是拍不到清楚 車牌究竟是什麼 或者某些角度是拍不清楚 我試過不同的設定 在一部機器 如果把FPS調到60 的話 其實就可以有限度地 糾正了這件事 也算是勉強看到車牌 所以我建議 其實把你的設定 全程都放在60fps就算了 綜合這些原因的話 我覺得它又不完全可以 去代替一個GoPro的機器 不過說真的 一部GoPro 如果我不計算 製作訂閱 已經是3,000-4,000元 其實也挺貴的 總括來說 我覺得這個車鏡 真的挺好的 它完完全全是做到它 說它會做的事情 燈可以 拍片沒有問題 但你就不要期望 你拿來去代替你的GoPro 或者用來拍攝這樣的影片 至於你說 究竟在哪裏可以買到這個東西呢 放在香港的朋友 就可以去旺角的單車精品買的 它的細節我會放在下面的影片 讓你可以按下去看清楚 海外的朋友 也有方法 可以去官方的網站 按下去 就可以做一個購買的 以上就是我的評價 今天就趕著這麼多 快而選 我準備出車了 你又怎樣呢 就這樣 下次再見 謝謝 拜拜